我們來看一下 你竟然會像這樣 他就會全部幫你找過 找過你看有那麼多 那你可以看這是我們上個禮拜的教學有沒有 影片他也看得到 他可以給你看到縮圖 這樣是比較容易一點 那你看這邊大頭照有沒有 是照片都有的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看 那他預設是照什麼 依照那個時間 日期時間去做 排列就是你檔案的日期時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之前的有沒有 這樣在看是比較容易一些 對不對那你如果要看這一張大的 你就咚咚他就進來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的這一張 那如果你要瀏覽的時候 你看要下一張不用那麼麻煩 直接按對不對 好比較快一點 那麼他在左手邊 喔這一張就是用那個Photocab做的 嘿 如果說老師您對Photocab是還有 有點興趣的話 像我在網站上我是會用這個 喔我們最近網站比較熱門一點 都因為莊先生的關係 沒辦法啦 那我四送的 對啊 突然大家對我們這個留言板特別有興趣 所以 我們現在那個 啊不是這裡 我們公醒的在這邊 好這裡還有一個比較炫的就是時間順序 不過我是覺得啦 欸 啊你們的 好像這樣 會不見喔 哎呦 好那就算了沒關係 大家都看不到 呵呵 也可能廣播的關係喔 這個地方大概 他是用拖曳的方式 欸用一個像你這樣去托曳 那我想沒有關係好 那我們再來看喔 你覺得 這樣有什麼好用 好像沒什麼好用對不對 對啊就是好像檔案總管一樣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麼多張 比如說你看我們 家小朋友下面這個 大頭照 那麼多張 照片裡面你有沒有覺得 你有比較喜歡的 有可能對不對 有些照片你覺得拍的比較好 你會比較喜歡的 那怎麼樣 下次要找到他 你覺得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我就會做個記號 什麼記號 比如說 欸我覺得這一張 還不錯 那我就點到他 這裡有沒有個新號 嗯點一下 所以我才說 整理檔案是平常要做的工作 呵呵呵 對不對 那 欸你覺得 那我現在在 比如說我在這邊 嗯我們加這個可愛 好這一張也不錯 那你可能就會把 一些 欸把一些什麼 像 比如說用這一張 好 請問你 我現在做了記號之後 你下次會不會這樣去找 不會不可能對不對 那怎麼辦 來借用一下 這裡有沒有一個搜尋 欸我們來這裡喔 打開一下 我們今天就告訴他一件事 麻煩你把我標新號的都找出來 有沒有全部都跑出來了 這樣你在找檔案會不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當然前提就是你要有做功課 哈哈哈哈 好就是你之前就已經準備好 所以很簡單很好找 你看左手邊 他有沒有告訴你都在哪裡 哪些資料夾裡面 對不對 所以你在找的時候是不是就方便很多了 因為他只會列出什麼 就是標記信號的 那麼今天如果你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信號的也是蠻多的啊 怎麼辦 對 所以你看到 右手邊有沒有叫日期範圍 對 所以說你今天如果 欸我要就是要找比較近的 最近拍的 你看 所以五個禮拜以內的 就這兩張 因為這關過年期耶 所以五個禮拜以內 這樣是不是比較好找的 找檔案是不是變得比較容易一點 那麼如果你要真正知道這個檔案在哪裡 其實你只要 你看我都是在這邊對不對 你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 叫做叫做 磁碟位置 因為我們這樣的話 你知不知道這個在哪一個磁碟記 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說你可以按右鍵 磁碟位置 他就會用檔案總管告訴你在哪裡了 這樣找起來應該就容易很多了嘛 這是 所以說你看 平常如果有做過 當然如果你不用信號 這個還是可以用喔 你看喔 我們最近一週的 是不是只有這些 五週啦 最近五週的 所以如果你 時間範圍把它調大 你是 你看我現在沒有用信號 就是全部的嘛 左手邊是不是跟著在 在做 對不對 你就可以知道我哪個資料 是最近才放進來的 最近才放進來的 那這樣你在用的時候就比較容易一些 就比較容易一些 當然如果你有 知道名字 你可以用關鍵字 不過我想大部分都沒有那麼勤勞 因為大家都用什麼 他內定的那個有沒有 什麼DI 什麼DIM 然後多少 什麼名字 那個數字 你大概不太容易記那個東西 所以 像這樣子 整理起來就方便很多 好 針對 這是第一種 我們在做所謂的那個什麼 檔案管理的第一種方法 用加信號的 這是最簡單 那如果您有比較多張 其實您可以一次加 什麼叫一次加 你看我現在還是恢復全部 如果說你覺得我就是這 這幾張全部都要 你就一次按Shift 或Ctrl去選好之後 一次加就好了 這樣比較快 這樣比較快 你就不會說 我好像還要一個一個慢慢點 因為這樣比較慢 你也可以用這樣拖曳的 選好之後再加 好 那你看喔 這裡還有什麼 好 假設我在加幾張 好的 那我現在這些加好了 如果以後 我們的信號 標籤很多的話 你覺得 再找方不方便 也是不是那麼方便對不對 平常各位 最容易遇到的一個情形就是什麼 文件檔案 然後呢 到最後 就自己給我搞不清楚 這個版本是什麼 什麼時候的 比如說同一個文件 比如說你有一個申請表 那你可能 欸這個時期是用這個 然後你為了要 欸我要給另外一個情供用 我會扣一份 然後再放一個 啊結果 可能檔案內容都一樣啊 但是你可能就會放好多個 對不對 那麼數位照片也是一樣 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就是說欸 我現在這個 欸這些都是我要的沒有錯 可是 你有時候可能 比如說我要上課 我可能就整理一個資料夾 上課的資料夾 那 多數以前我們做法 都是用檔案總管 喔我自己在這裡 建一個新的資料夾 然後把我要的資料夾 就丟在一起 就不都這樣嘛 然後你電腦面熱撤就很多啊 重複檔案很多啊 雖然現在電腦硬碟比較大 你不覺得說那個有什麼影響 可是你會發現 你還找資料就慢了 那照片部分跟影片部分 有沒有辦法處理 有 它有一種叫做虛擬資料夾的一種概念 也就是說 今天 本尊都還留在原來的資料夾 可是我可以用一個 好像一個假的資料夾 幫你把你要的東西就整理起來 但是檔案並沒有真正摳到這個資料夾 它只是幫你整理好 那 所以說你要的時候呢 這個檔案它還是在原來檔案裡面 只是我幫你整理好 幫你整理好 那 怎麼用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你看 我們這裡有個相簿有沒有 相簿 好假設這個 我這個先收起來 右上角先收起來 好 假設這個 我想要 有沒有一個叫新增製相簿 欸 這就是你的虛擬相簿 好 我把它 新的相簿 我現在裡面有兩個 有兩個 你看它預設就是有那個 我們 新號的是不是全部都在裡面了 好 這是一個 那我們不管它 我就從這邊 好 點到它按右鍵 新增至 新的相簿 你給它一個名稱 當然你可以給它一些描述 好 比如說 我們這邊 好 假設我這樣子新增了 那你日期時間你確定好 那你有發現我哪裡多一個 你有發現這裡多一個 所以說你今天 欸 我今天如果我在這邊 有真的是一樣的 我就選起來 你可以用拖曳的 這樣比較多 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多一個 欸 那我雖然在不同資料夾 可是有沒有整理在一起 那這樣我的檔案 就不用多call一次 不用在那邊 就是一直浪費所謂的硬碟的空間 那你也會搞不清楚 欸 我的版本到底是什麼 欸 這樣整理起來就會比較好用 就會比較好用 所以你可以把你覺得 欸 我覺得比較OK的 我就把它收集起來 那 不浪費空間 但是又能夠幫助我們 欸 因為也許您不同科目 也許有用到相同照片的 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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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子 是不是您在做的時候 就相對比較容易一些 就比較容易一些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您 先來做一點小小功課 試看看 如果說您對於 左手邊這樣的資料夾 你覺得還是不太習慣 你想要用檔案總管方式 可以 在檢視這邊 您可以看一下有一個 這邊 我們現在是用平鋪資料夾的 好 就平平的 您如果用樹狀檢視 這個 打開 有沒有發現就覺得比較熟悉 好 您如果說覺得 我就是想要用這樣子 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還是可以用 好 像這樣去用 只是 您如果放在桌面上的 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那個桌面是放在哪裡 好 像我們再放在這邊的 欸 範例檔案 你就變成 一個一個要切進來 它後面其實這個數字就是代表裡面的照片跟什麼 影片的那個數量 好 這樣你再看就比較清楚 欸我裡面大概幾個 所以這也是一種方法 所以 您可以看看說覺得這樣子 習不習慣 習不習慣 那如果簡化的 這個又更簡單 不過不管怎麼樣 平鋪的應該算是它的預設值 好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 剛剛其實這樣的方式 是不是就變得 看資料就比較快一點 好比較快一點 那再來這裡還有一個 如果說您有需要 像我現在 我可能要 把剛剛這個照片我們來看一下 想要做這樣的效果 我們剛剛這個介紹 有沒有 現在有介紹 美術拼貼 您如果要這個效果 有 如果 你要用是不是需要學會一些影像處理的一些 技巧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整理一下給各位老師看 看一下 假設我現在 我就用這個 整理在這個裡面的 這個裡面好的 就這八張 你就選起來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建立 圖片美術拼貼 您就可以把它直接建立起來 當然您要做成影片也可以 只是很少這樣做 我比較少這樣 我頂多 我比較常會用這樣子 也沒有做好了 嘿 但是有些老師會說 欸 這樣 人家後面就看不到啦 可不可以拿到前面來 那個順序可不可以自己調 老實講 不行 那怎麼辦 你看 就只好試手氣啊 你就點一下 他就重新洗牌 哈哈 就是你不能沒有辦法自己決定說那一張要出現在哪裡 有沒有重新洗牌 嘿啊 你就看手氣怎麼樣 哈哈 那這個您現在看到的背景 是不是用比較灰色的 您可以從這邊調整一下 你看用白色還是黑色背景 這裡可以 變不一樣的 最後 你如果做好了 這一張可以輸出 那怎麼輸出 你可以選擇他的位置 看你要放在哪裡 比如說我要放在 我的圖片裡面 你可以從這邊選擇 那我假設這樣 我就直接建立就好 他就會產生一張 有沒有 產生一張的 那麼這一張的大小多大 會跟您 原則上會跟您的螢幕解析度一樣 所以這一張 比較不適合拿去洗出來 好 可能適合做於您的桌面啊 或者是做一般的 好 就是比較不適合拿出去洗 嘿 因為他可能不希望跟那個 重飲業者 去做那個 所以他 能夠洗出來的尺寸 會相對比較小 不過您還是可以用我們上次介紹那種多圖的 去 稍微做一些變化 這樣就可以 那麼 至於這些的我想 這種 效果我就不介紹 因為這些效果都是比較什麼 比較屬於那種 叫做 就是 像那種 特效類的有沒有 你一樣可以套進去 可以套進去 不過你可以放心一件事情 這個跟我們 一般影像處理不太一樣 你看我現在套這個效果 事實上 它並沒有怎樣 並沒有真正改變那張照片 喔 只有在當您要把這張照片做所謂的 另存的時候 另存心檔的時候 它才會把這個效果套進去 所以我覺得它有個好處就是說 它套效果的時候事實上是 暫時記住那個 等到 就算我現在離開這裡 我現在離開這邊 我日後再來看的時候 它裡面的原始檔 你看我放在這裡面 我剛剛已經套用效果了 可是 在我的圖片裡面 欸 我的圖片 它會有一個叫做 Klage這個 你看我把它打開 預覽 有沒有受到影響 沒有 這樣老師您了解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它 影像處理的部分比較特別 比較特別 所以這個叫美術品貼 美術品貼 所以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 再來一個就是什麼 您如果真的要備份的 不管說您可能是不同的 電腦 或者是說 真的萬一 你沒辦法 欸中毒了 還是說你想要有 同步 那麼您可以從這邊 禮物CD也可以啦 不過我們就從這邊來 原本叫備份圖片 因為我們剛剛那些 信號啦 你的虛擬資料夾 相簿 是不是都已經整理好了 我希望能夠備份過去 那你就打個勾 把它確認一下 現在呢 它預設的 它這裡會有一個 一些設定 預設是像這樣 然後也沒有問你 這邊 是不是就有一個燒錄 對不對 有一個燒錄 它預設的話是只能燒CD啦 CD 那我們可以改變一下 你看我來修改一下 或者你新增一組 那個設定 來您看一下 我剛剛是按這裡 按這裡 你可以給你的備份一個名稱 你可以備份到CD或DVD 或者是你要備份到 有時候如果你在學校 那我可能有那個什麼網路磁碟機 那我就可以備份到那個網路磁碟機上面去 好 你這裡面呢 備份的檔案是 所有的還是只有照片 還是只有 有相機資訊的 你還記得我們相機資訊 是不是有一個叫ESIF 欸 它會記錄你那個資訊 那我 比如說這個 TEST 好了 那我備份到這邊 那您只要您的燒錄器可以用 就OK 我先把它備份到另外一個地方 假設我備份到 低磁碟 我看 好增加一個好了 背卡 好 確定 那我就把它備份到這邊按建立 好 現在我的設定檔已經變了喔 對不對 您只要直接打勾就好了 好 那 這邊要注意一下就是說 有時候也許你備份的時候 不見得所有檔案都要拿出去 或者說 我這些檔案我想要給某位老師使用 您可以看到左手邊 有發現有的有打勾 有的沒有打勾 你可以自己決定 好 今天我們可能上哪個課程教學用 我需要用到這幾個 我就勾這幾個 那麼您備份的時候就只有備份 剛剛打勾的那幾個 就是我這邊如果按下去的時候 如果您是全部全選 有發現左手邊全部都選起來 這樣表示什麼 我電腦裡面所有檔案我都要 好 那 如果您不用的 就是看您要用哪幾個檔案 你把它勾一勾就好了 所以我是蠻鼓勵老師 可以整理成所謂的相簿 因為這樣子 你有時候要跟同事分享的話 也比較方便 我備份嘛 那我也不用說檔案總統 我再找啊 這個資料角有 那個再call一點那一點 好像在那個取藥有沒有 拿藥這樣 加一加 可是這樣會很累 所以您用這種方式 去做所謂的備份 會快很多 會快很多 那這個 大致上是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您可以發現說 我用這種方式來整理相簿 就比較快 比較快 當然它也有提供所謂網頁相簿 不過我想老師用到機會比較少 因為它提供的這個 Google的帳號 你只要有 它有提供1G的空間 不過我想不見得 各位老師覺得夠用 因為如果你用它一樣 好處就是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上傳到 網路項目上去 你就可以直接傳 就不用做 那 因為用到機會比較少 所以那個部分 我就不講了 所以大致上 我們比較常用的是 剛剛像 給老師看到的一個 這樣的方法 這樣的方式 給各位老師參考一下 平常如果老師 您要做 真的要做得比較好 其實它有一個叫關鍵字 您從這邊 有沒有關鍵字 如果老師 有比較困難 其實 實在是要增加關鍵字 因為這樣 你在找東西會比較好找 但是通常 我們沒有那麼勤勞 所以說 除非您覺得很重要的 很重要 那您可以多個檔案 一起加關鍵字 一起加 你看我這樣 是不是四個檔案選起來 對不對 一起來增加 這樣就會快比較多 就會快比較多 這個給老師做參考 好 那我把畫面 綠色版的部分 它這個備份的功能 會有問題 所以 如果您要真正 要用備份這個功能的話 一定要用安裝版 安裝版 雖然也是免費的 也是免費的 謝謝 謝謝